我曾經有一個好朋友 那他大學的時候 就跟他的學長開始談戀愛 那他們兩個都是醫學院的學生 所以醫學院很長 路途很長 很遙遠 所以一路就是開始 從專業的訓練到考國考 到一連串的專業的訓練 非常久 最後兩個人又攜手 到同一家醫院去工作 那兩個人都非常努力 盡心盡力地工作 所以醫院的高層 開始有一個機會要升遷 但不知道要升他們兩個 其中哪一個 這時候他們就會說 你們兩個要不要商量一下 但是就會覺得 他們兩個都很優秀 對 那這時候女生 就面臨很大的壓力 一個壓力是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的男朋友想要升遷 對 然後他那時候 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男朋友的爸爸媽媽 不斷地催他們兩個結婚 結果後來就把這個機會讓出去 對 讓給成全 我覺得通常大概 一半以上的女生 可能會選擇讓 就是成全男友讓他升遷 因為你如果不升 其實也會分的 對 後來就成全他 成全他 真的 真的 因為那會變成 女高男低的 因為很少有男生 可以接受女生 比自己更有成就 或賺得更 對 所以他成全他之後呢 升遷之後沒多久 他遇到一個狀況 那個男友來跟他講 主動喔 要跟他提分手 為什麼 然後提分手的原因 他說我覺得 你不夠積極 不夠發奮圖強 我不是為了讓你耶 對 我不是為了讓給你 我還不夠積極 真的就受創很大 真的很受創 然後他在這樣的狀況下 後來他一定要找出事實 是 對 你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後來發現其實他是 劈腿 醫院裡面的護理師 護理師有很積極嗎 對啊 他有很向上班 他就是太積極 所以就找醫師了嗎 你覺得太積極 太積極了 你看他 因為他們兩個交往太久了 他不太可能去巴結 他的另一半 而且他們兩個是平等的 沒錯 他就不可能去討好他 對 男生喜歡那種 崇拜眼睛發光的眼神 對 在我們的律師書所 其實有很多年輕的女律師 大概因為我們也一樣 大學畢業二三 二四 然後再考律師考試 可能就二四 二五 或是二五 二六 對 然後再來投入職場 所以女孩子基本上 一投入律師職場裡面 就已經二七 二八了 真的 我們就常常看到那個 女律師就是 今年一定要嫁出去 今年一定要找到對象 真的喔 真的 可是你看嘛 在律師書所 你的對象你會碰到人 要嘛就是殺人放火的對象 要嘛就是即將離婚的 男生或女生 對 不能遇到一些 就是被欺負的好男人 都不在這裡 那你們男律師會想要 娶女律師 好難念喔 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 因為我太太也是女律師 也是律師 太難回答了 因為都兩個就會覺得 很好吵架 你知道嗎 兩個都很懂法律 都一起辯論啊 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也就遇到 我們的這個女同事 大概也就二七 二十八歲 開始 他們也是很希望 能夠趕快找到 因為畢竟前面的時間 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努力 可是又因為都很單身 又不容易遇到對象 所以就在網路上面 在那個社群軟體 像Facebook 可能常常就會PO文 例如說 情人節就是孤單嘛 就是一個人吃飯嘛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就遇到了一個 在網路上面就跟他私訊 聯絡說 我是你的國中同學 可是我是隔壁班的 那以前很喜歡你 不然就約來咖啡廳 聊一聊見見面吃吃飯 那女同事也就出去 吃吃飯聊聊天 也覺得男生看起來不錯 然後也非常的就是紳士 所以也就慢慢的 有跟他一些交往 交往大概大半年以後 又開始狀況不太好 偶爾就突然請假 然後或者是 來上班的時候 又是很邋遢 那我們就開始跟他了解說 你男朋友咧 現在不是好好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告訴我說 當然他也就跟這個男生 在那個半年內有交往 然後男生呢 他其實是做保險的 拉保險的 所以其實他也就 這個男生需要業績 他也就幫忙他很多 都幫他做業績了 可是後來就在半年後 在路上街上看到這個男生 又跟另外一個女生手牽手 所以這個女生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他其實只是被感情詐騙 拿來做業績賺錢的一個對象 所以在還沒有就是確定要蓋下 簽下那個婚姻證書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口袋的錢掏出來 對 那個手緊一點 沒錯 好 所以三十歲真的是而已嗎 就是說我們要面對的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感情的問題 或者是工作上的抉擇 其實在身體的變化上 也是開始囉 對不對 楊醫師 對 其實在三十歲以後 女生的身體也 健驅成熟 那剛剛有提到三十 才健驅成熟 健驅成熟 對 你怎麼這麼溫和 三十歲 是開始下坡嗎 對 其實是開始下坡 但是我不想給各位女性 觀眾有太多的這個 身體上的壓力 對 就是說其實現在台北市 第一胎生育已經高達三十一歲了 所以其實 在演藝圈更晚 更晚 對 所以大家是心裡有壓力 但是還是要好好選擇對象 但是在選擇對象的同時 永遠要記住健康才是第一 最近我就有遇到一個 他一進來就長得非常漂亮 像模特兒一樣 又白 又高 又瘦 然後說他肚子痛 結果一照超音波 裡面有一個八公分 也很大很大的一個卵巢囊腫 那因為卵巢囊腫太大的話 我們還是會建議要手術 對 那手術的時候 很不幸地發現 他這個巧克力囊腫已經破裂了 破裂以後又導致一部分的沾黏 所以他必須要切除一部分的卵巢 所以他的卵巢的 那這樣是不是會影響到 他未來生小孩 對 他的卵巢的容量就會變小 他的卵子的存量也會變小 對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 比較不幸運 就是說他術後 治療好了以後 他後續又追蹤了 這個藥物的治療 但是在兩年後又復發 那他本來是有一個 高富帥的男友 剛開始來看病的時候 都陪他來 就是 簡直就是這種 帥哥 美女 絕配這樣 但是到了後面的時候 這男的突然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一問他才發現 他本來跟這個男生 其實是儲備的 兩個人一起存了一大筆基金 要出國留學 結果 然後就出國留學 然後他就這樣就被泡下來 因為男生的媽媽說 那個女生他卵巢有開過刀 未來可能不容易受孕 所以就希望他 趕快跟這個女的分手 然後那一筆基金 當初他們存的時候也很笨 是存在男生的帳戶裡面 所以就整個就被打走了 那楊醫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到三十歲 有沒有是哪一些婦科的毛病 是比較容易發生的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三十歲以後 其實最容易發生的是 感染的機率包括 我們常常見的 還有我們女生的私密 私密的 還有骨盆腔發炎 也都是非常嚴重的 這是一個感染的機率 再來的話就是良性的腫瘤疾病 包括像是我們常見的 子宮肌瘤 或者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卵巢的囊腫 這些都是很不容易察覺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請大家有性生活以後 一定要做這個 子宮頸的抹片檢查 對 子宮頸的抹片檢查 它的這個篩檢率 到目前都沒有辦法達到 百分之一百 所以更何況說你不做了呢 沒錯 那如果說經濟狀況允許的話 當然是可以在提前施打疫苗 當然是最好的 這些是我們可以平常做的一些 保固的措施 那再來就是 定期要去看婦產科 很多女生很害怕去看婦產科 定期大概是定多久 我覺得最短大概一年 要去看一次 做一個健康檢查 那就是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時候 對 可以去看一次 因為其實我們婦科的疾病 很多都是無聲無息的 那如果說要從症狀上來 去做區分 比較常見 當然就是說 不正常地出血 譬如說你性生活的時候 的出血 再來就是 譬如說有味道 異味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有不明原因的腹痛 腹脹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你雖然很瘦 你覺得說我不可能吧 我這麼瘦 我肚子裡面哪有東西 有時候骨盆腔的東西 它就是不會突出來 再來的話就是前面的器官 跟後面的器官影響到 比如說 拉肚子這種不正常的 跟以前不一樣的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請這個安格斯老師 來幫我們測驗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子的年齡裡面 到底遇到什麼樣的 重大變故的時候 是會讓我們有可能 無法應對的 玩撲克牌的時候 大家看過那賭神的電影 玩說他 讓我瞇一下 就一打開 童花順 我問妳 妳現在手上拿到童花順 是什麼花順 我跟欣宜一樣都是1 不是黑桃最大嗎 對 黑桃最大 但黑桃麻煩一點 就是直覺 我也不知道 不一定最大 對 童桃最可愛 小子最大 童桃 我是選黑桃 選黑桃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妳有哪一個區塊會有問題 選1梅花的 妳能不能夠跟欣宜記起來 我和欣宜 人性的光環 但是真的要也包括在家庭之內 親戚相親 就是大家起了一些爭執的時候 老實說我會很想避開 不想逃開 因為這一塊我不能碰 我碰了多插畫了 可能會她的問題 事態更擴大 對 我是 要妳講什麼話妳就模擬了 因為我們是以和為貴的人 所以現在在吵 如果不是真的讓自己 就是很不開心的話 是基本上會 就是那個結一定要把它解開 不能把它一直放在那 而且我們很容易公親變士族 幫誰說話都不對 然後到最後他們兩個都沒事 沒有 我沒有 幫我自己走心了 沒錯 沒錯 如果選擇二方塊 金錢問題 這個選項的人 基本上碰到金錢問題 可能會突然荒了手腳 那建議找專業理財的人 幫你處理會是一個方法 是說比較容易被騙錢嗎 借貸的時候比較容易 記帳記不清楚 忘了啦 或是一些就是 簡單一點 像是那種信用卡 該繳費說沒繳啦 因此都多付了利息 當然也代表說 也是比較差的一句 如果選擇就缺陷上了 它就比較容易 有金錢方面的缺陷 是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